那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凉了 有的话说老花一也都快到冬天了 适合种点什么 冬天种什么 冬天可以种一些个买到的老庄啊 这那那的 不过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开春去种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有一样东西 是必须要去入手一下的 就是牡丹 不过老花一是不卖牡丹 有的话说你给我推荐 我不敢推荐 为啥呢 因为咱不知根之理也不了解 有的话说你咋不养牡丹 我啥都想养 我养不过来 还有一个呢就去年的时候也跟 一个人想过去合作 他说他有一百多个品种 结果呢他一给我发照片 他发的全是裸根啊 而且都是一个模样 我哪知道哪个对吧 哪个不对吧 对吧 而且你像我这种体量的话 一要就万把来磕 他一盆里边坑我两块钱 就是坑我两万块钱 坑我两万无所谓 那我卖出去以后 他认为我坑花友了呀 花友没认为是吧 所以说我没有卖 为什么说这个季节种牡丹比较合适呢 是因为牡丹只有在这个季节种 第二年才会开花 你就是别的用盆栽 这那那的 所以这个季节可以考虑种很多的东西 你包括秋天这个季节 你移栽一些个 种什么一些个 它都可以 如果说能扛过这个冬天 第二年会长得更旺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技术和经验 等到明年开春去种 更加的哇塞 明白了吗 有的话说老花友我们北方 你给我推荐几个吧 有的话说推荐我几个爬墙的 其实北方爬墙的 首先推荐的 就是这个灵霄花 因为我们那个门口也有灵霄花 他很爱开花 他们也有的花友喊那个大喇叭花 其实这个东西叫灵霄 买那个大叶的 前段时间我也卖过那个花叶的 也卖过那种粉色的 还有白色的 这个颜色很多 还有红色的 再一个呢 地摘的话 你知道我推荐的话就是月季 月季这个东西 你地摘真的是无敌了 就不用管 基本是不用管 有的话说来月季就要灌 你净坑花一种 那时你没来北方 来北方你看 你知道了 绿花袋里边全是月季 都不用管 明白了吗 就给大家找了两个典型的 如果冬天的话 你也可以去考虑 种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最好的建议是 明年春天万物皆可种的时候 但是牡丹是很个性 就是中秋节前后 就这个季节 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去入手 好了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热 白了 抽吧